来给大家展示一块最新技术 直播间里面卖这东西 我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乖人 在这世界上 我最得相信只有你一个 来我们把图片放大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毛孔啊 大小粗陋不一致 整体感觉还十分的均匀 这个就如同像针的一般 非常难辨认 我们翻过来看它的这个颜色 来我们看它的这个沁色 有很多沁色呀 沁出来以后 它的那个裂纹处啊 某一颗区域的点啊 它就会出现那种色素堆积的现象 那这块并没有 你看不管是深色的地方也好 浅色的地方也好 完全没有色素堆积的现象 这里还有很多斑驳不一的 颜色不均匀的位置 这个都符合天然皮色的特征 从这个雕刻的工艺的位置 就可以看出来 它不管是浮面也好 凹面也好 它的颜色都是比较统一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颜色会浸的特别的深 就假设好像就做不到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啊 这个料子不管是从颜色也好 还是从毛孔也好 切一色的是一个造假的东西 为什么它染出来的感觉 好像油性特别的足 直播间里面卖这东西 我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来我们上一个真的 教教大家如何来辨别 来我们用真的 来跟假的做下对比 这个真的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并不是很均匀的 它这里面是有深有浅 斑驳不一 这个染色的来比一下 它的颜色过于统一了 百分之百的均匀 天然青色里面像这么均匀 基本上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 就算是水石也不可能 这个就是辨别的方法 再遇到这种颜色高度统一的 大家小心了 那肯定是染色的 但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特性啊 就会误以为它是真的 为什么说它的油性这么好 现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术 叫做提油 它非常简单啊 做完了以后 表面上就算再浆再干 用这个提油的东西 只要一上 它就会出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油量的效果 刷子一刷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放近一点看啊 这就是他们工艺粗糙的地方 可能也是大量仿制啊 看到这块亮点了吗 这块像胶一样的物质啊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提油的材料啊 刷上去以后没有处理 干净遗留下来的 整体来说的话 辨别的方法 你要说难啊 也并不难 天然的皮色总归它是一个有天然特性的 怎么看它都是舒服自然的 人造的东西 一看就是人为的东西嘛 这个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需要经验的支撑 很多不会辨别的小白啊 就按照我刚才教你们的那种 再遇到这种同样感觉的颜色 你就找这种斑驳不一的啊 不均匀的细节就可以了 科技在进步造假技术 肯定就不能停滞不前 对吧 这种造假技术 可以说是最近以来新出的比较常见 迷惑人也比较多的 因为之前的那些造假技术 找我们网络这么发达嘛 多多少少 网上大家也都能学到这个鉴别的方法 道高一尺谋高一丈 不创新是没有办法继续骗倒人的 这个呢就属于是创新类高版本 新技术高科技造假资料 给大家学习学习 以后防止被坑 这期算是纯科普啊 我们下期再见吧 娘子 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不听你的话